大家好 相信大家都知道游戏王的勝利方式是怎樣 要是你將對手的生命值打到變0 或者對手的牌組沒有卡再可以抽 你都可以獲得這個遊戲的勝利 但除此之外 我們遊戲王還有一些其他特殊的勝利方式 今集就來講一下 到底有什麼特殊勝利方式呢 第一種一定是大家熟悉的哈姆達伯斯 為遊戲王的第一種特殊勝利方式 只要你在手牌集齊五張就可以獲得這場決鬥的勝利 而其後哈姆達伯斯還出了一張究極封印神 而這張卡也有一個特殊勝利方式 就是容易的效果 將自己牌組手牌入面五種被封印怪獸送到墓地的時候 就可以獲得這場決鬥的勝利 接著就來到這個通靈盤 通靈盤日版和尾版的卡圖是有點不同的 日版的卡圖的英文就是這個DAT 而尾版就是這個FINAL 那與動畫不同的就是實卡要有齊五張死亡信息在場上才可以獲得這個決鬥的勝利 所以後來又出了這張暗黑聖域來配合這個通靈盤 那這張卡圖可以將你那個死亡信息的卡放在這個場上的怪獸區 那可以省回你後排的位置 用來放一些後排保護自己 那接著就來到這個中煙的道計時 那它有發動條件相當之簡單 只需要扣2000血 那就可以等20個回合之後自己獲得這場決鬥的勝利 那你發動完這張卡只需要下大量的保護卡 捱到20回合 那你就可以贏到這場決鬥的勝利 那接下來這張卡就是最終一戰 但是現在已經成為禁止卡 那它可以配合一些星靈術士 那些防止對方特殊召喚怪獸的卡 那就令到對方沒有辦法特殊怪獸 那而判定自己是作為這個勝利的一方 那所以這張卡最後被禁止了 那接下來的這張卡就是這個光之創造神 那這張卡是唯一一張獨佔一個種族的一張遊戲王的卡 那是這個創造神族的卡 那整個種族只有他一張而已 那它的召喚條件也都相當之苛刻 那它要釋放三張幻神才可以來到特殊召喚 那而特殊召喚這張怪獸的玩家 就會直接獲得這個決鬥的勝利 接下來這張卡就是毒射神 那這張卡不可以通召 那只可以用射神降臨的效果 那這張卡自己的效果才可以特召 自己墓地每有一張爬蟲族的怪獸 這張卡的攻擊力就會提升500點 而且擁有這個真神的抗勝 就是不吃任何卡的效果影響 而且被戰破之後 我可以將自己墓地的爬蟲族怪獸 從遊戲中除外直接特召上場 只要這張卡對對方造成三次的戰鬥傷害 那這張卡的控制者就直接獲得這個決鬥的勝利 那你可能覺得這張卡這麼厲害 如果召到它上來就很難輸 現在就這樣看下去 只要發動一張射神降臨就可以召 那豈不是很容易? 那其實不是的 那我們看看射神降臨這張卡是怎樣的效果 那這張就是射神降臨 要自己詳順表示的射王被戰鬥以外的方式破壞 才可以發動 才可以特召回射神上場 那這個射王有什麼回事呢? 那毒蛇王不可以用這張卡以外的怪獸效果來特召 當然你可以用魔法陷阱卡的效果來特召 那當然你可以用魔法陷阱卡的效果去特召 例如一些限制蘇生那些 而他本身也有這個戰破之後可以除外一張爬蟲族怪獸 直接在墓地特召的效果 那所以如果對方想搞定這張卡 可能就要以這個戰鬥以外的方式來解決 接著來到這張超量怪獸Number88機關快女命運獅子 召喚他要用到三張八星怪獸來超量召喚 那一回合一次自己的魔法陷阱沒有卡的時候 那可以將一個超量素材移除 那就可以加一個命運指示物 而有三個指示物的情況 這張卡的控制者獲得這場決鬥的勝利 而這張怪獸它還有一個星階版 就是這張CowNumber88 再騙獅子 那他就要用星階魔法來特召 一回合一次拿就一個超量素材可以扣別人一千血 而且結束階段對方的生命值在二千以下 而這張卡又沒有超量素材的情況 這張卡的控制者直接獲得這場決鬥的勝利 接著來到另一張超量怪獸 鬼計墮天使 當這張卡有十顆超量素材的時候 自己又獲得這場決鬥的勝利 那怎樣將它的素材增加呢 就用到第二個效果 一回合一次 把手牌的鬼計卡放在這張卡下面 作為超量素材 但通常這張卡只不過是作為 這個檢索魔法陷阱卡 在鬼計卡組裡面應用的 因為十顆的超量素材實在太多 所以未必那麼容易達成 接下來這張卡的雲之折 比較特別 是可以令到對方獲得這個決鬥的勝利 那它的效果特召的怪獸 只要離開場上的時候 那你的對手就會獲得這場決鬥的勝利 接下來這張卡就是頭掌虎七 這張卡因為對方的效果 送到墓地的時候 從遊戲中除外集齊 三張的時候自己獲得這場決鬥的勝利 所以這張卡可以配合這個黑蠍導賊團 我們將黑蠍導賊團送給對手 而我們可以用怪獸打他 吃了戰鬥傷害之後 可以發動對手黑蠍導賊團的效果 將這張卡送到墓地 如果你有三張低攻的怪獸 撞過去的話 我們一回合可以把這三張頭掌虎七 送到墓 可以直接獲得這場決鬥的勝利 接下來這張卡就是幻王龍的天窩 自己場上的幻王龍螺旋 裝備三種幻王龍的裝備魔法卡 戰鬥破壞對方三隻效果怪獸的時候 自己可以獲得這個決鬥的勝利 那這張幻王龍螺旋是什麼來的呢 幻王龍螺旋只不過是一張2900公防的通常怪獸 而這三張就是幻王龍的裝備卡 效果似乎普普通通 接下來這張卡就是方程式運動員勝利團隊 用這張卡的效果除外自己 方程式運動員場地魔法卡有三種的時候 自己獲得這個決鬥的勝利 而最後這張就是飛行將 這張卡用了一的效果抗破之後 下次自己的回合之中 如果直接攻擊對方的時候 造成戰鬥傷害自己 可以直接獲得這場決鬥的勝利 以上就是這個遊戲王 有特殊勝利效果的卡 如果你發現有更加多的 不妨留言告訴我 還有記得按個like和訂閱 亦都可以追蹤我的instagram 和like我的facebook 那就是這樣了 收工 來吧